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省区市巡视办主任会议精神 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省委书记强卫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强卫昨天下午在南昌会见了 下行党委书记张群志一行 省长陆新社今天在南昌会见了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静东一行 好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全省公安监督信息化工作推进会 昨天在平乡召开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郑卫文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全省公安监督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 分析研究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并就进一步推进公安监督信息平台建设应用 切实提高公安监督效能 进行了全面部署 继续我们的夜行 危难面前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旧人 旧人之后悄然离场 事后低调不张扬 近日华东交大理工学院的大二学生罗英科 奋不顾身永久落水者的事迹 在贵干两地传扬 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24号说起 当时放假刚回贵州碧姐老家的罗英科 与朋友一同交游 突然见到一个女孩 因和家人闹矛盾而跳水自杀 女孩的父亲和哥哥随即下水营救 因为都不会游泳 三人在水中拼命挣扎 情况十分危急 我就把手机丢了跑过去 然后看见小女孩正在下沉 然后我就来不及脱衣服 我直接就跳下去了 经过努力把女孩成功救上岸后 罗英科又转身去救女孩的父亲和哥哥 由于当时湖水冰冷刺骨 冬衣进水沉重 再加上两名落水者的慌乱 给失救带来极大困难 此时的罗英科也因体力消耗过大 处于极度危险当中 在随后赶来的群众帮助下 罗英科才勉强上了岸 而女孩的父亲和哥哥不幸溺水身亡 我朋友把我拉上岸之后我就已经晕落去了 上岸后的罗英科悄悄离开了现场 此后的时间里 罗英科没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直到今年五月 贵州省碧杰市七星关区 举行建议勇为表彰大会 罗英科所在的华东交通大学的师生们 这才知道了他救人的事迹 作为我们班级的一份子 我还是蛮自豪的 做好事不留名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值得我们钦佩的 反正我觉得救人就是本能 我就觉得如果有能力就应该做 我们想过说以后别人会怎么看待我 一时间罗英科成了校园里的新闻人物 大家都为他建议勇为的行为 感到骄傲和自豪 而罗英科却对救人仪式充满遗憾 因为我真的没有能力救起他 我感觉很内疚 要是加把劲而能把他们救起来就好了 现在只要一提起这件事 罗英科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女孩 虽然再也没有见过面 希望女孩能够勇敢坚强 有时候我觉得想着那小女孩 她以后的生活 就在空间发来的时候让她要坚强的活下去 对吧 不管面对社会各种舆论 对不对 就想让她活着就好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特别是面对人命关天的时候 的确是挺遗憾的 不过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是常有发生 就拿捐献造血干细胞这样的事情来说吧 目前全国总的入库容量有200多万 南昌市也有5100人 但是能够匹配成功的少之又少 她的概率大约是千分之二 家住在南昌县金口乡的杨华 是一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今天她要启程院赴重庆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一名血液病小女孩的生命 南昌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特地赶来为她送行 她是我们南昌市是第11个配型成功的 杨华是南昌县金口乡卫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2013年4月 杨华填写了志愿捐献申请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时过两年后 她得到消息说 她和重庆的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 杨华说 南昌市目前虽然有5100多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但配型成功的志愿者却凤毛麟角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 杨华幸运地成为了南昌第11例 南昌县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采访中杨华告诉记者 相对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 南昌的志愿者数量还是显得有些不足 她想通过自己的行动 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让更多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 接着来看一条温暖的新闻 看不见捐款箱没有排队捐款的场面 也不需要汇款单邮寄捐款 更不用花时间赶到被捐款者的面前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群借助微信平台进行捐款 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加速了爱心的传递 6月23号13时许 上饶市铜波山森林公园管委会主任郑明海 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一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为困难户张水英求捐助医疗费的微信 没想到消息发出后 立刻引来众多爱心人士通过微信和账号 默默捐款 短短一个小时 仅微信红包捐款一万多元 到第二天早上 郑明海就收到微信朋友圈里 数百位爱心人士的捐款 捐款金额达到5.1万多元 原来当地村民张水英的丈夫 在2012年的一场车祸中身亡 几年来张水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考低保金维持生活 由于张家所在的自然村不同公路 教育资源落后 为了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就学环境 张水英决定举家搬迁 用丈夫车祸赔偿金 在武都镇蓝田村建两间房 不想在建房过程中 自己不慎从三楼摔到地面 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双手大腿肋骨面部全骨多处骨折 十几万元的手术治疗费用 让这个破碎的家庭根本无法承受 当地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 给予过一些资助 最近大家又想出了新招 通过各自的微信朋友圈里 为他发出求助信息 我们村里也通过了一些 自己村里的一些小微信群 对他进行了募捐 数字不是很多 也就七八千块钱吧 两三个微信群 如果大家一人付出一点点 一人捐献一点点 那就不是问题了 有两位女士看到微信后 表示愿意资助张水英的两位小孩上学 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一股股爱的涓涓细流 通过微信汇聚成爱的大潮 在微信圈里涌动 如今爱心传递还在继续 截至记者采访时为止 通过微信朋友圈 为张水英捐款达到七万多元 解了张家的燃眉之几 小小朋友圈 爱心大潮涌 每个人都是太好心了 救我的命 谢谢大家有这么好心帮我 又到一年毕业季 对大学毕业生来说 最不舍的除了大学时光 还有生活学习的四年的校园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与感动 为了将这份记忆存留下来 今年南昌大学特意修建了一座流园 让毕业生在这里寄托自己对母校的情感 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体育馆旁 专门为毕业生准备的流园刚刚落成 流园里一石一树 一桌一椅都是毕业生们留下的 上面再满他们对大学生活的不舍 对母校的深情 汪洪章是南昌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 今年以优异的成绩保送清华 离开母校前 他特意来留园看看自己种下的樱花树 并将写好祝福的红丝带挂在树上 现在开始种下一棵树 埋下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 也是对我们未来的一种寄托 对母校的一种感恩 你自己学的这种感觉 追梦 做自己最骄傲 和汪洪章一样 在离校前来留园的 还有人文学院的毕业生李志超 这条石椅是他和同学留给母校的纪念 和其他毕业生不同 李志超作为志愿者参与了留园的建设 清除杂草 平整土地 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和大学时光告别 我觉得能够在毕业的时候 为母校留下这样一些东西 也是我们能够铭记一辈子的事情 据了解 未来南昌大学还将在校园内更多的地方 为各界毕业生修建流园 希望这些流园成为毕业生和学校之间的情感纽带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十几年后吧 整个南昌大学它就是一个大的流园 它就是一个运有毕业生文化的一个大的场所 我觉得这个场所是每一届毕业生送给母校 和送给自己一份最大的礼物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夜行速递 古装玄幻大剧《华虚影》将于7月9号登陆江西卫视晚间黄金档首轮播出 7月2号该剧在北京举行开播发布会 郑家颖 林源 蒋新 袁洪等主演登台亮相 为大家分享荧幕背后的趣事 由霍尊演唱的主题曲《知死于归MV》 也在发布会上进行了首播 电视剧《华虚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全剧分为四个篇章 梦幻与现实交织 日前 岁川县夏强龙村发现二十余株大晶级南木 这些树长在半山腰上 高三十余米 树干周长 两米有余 其事犹如聚散成天 仓境挺拔 绿意盎然 在太阳光照射下散发着原始古朴的神秘气息 北京时间今天九点零七分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 北纬37.6度 东京78.2度 发生6.5级地震 正元深度十千米 县城震感强烈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民航局近日发文提出 为健全纠纷预防机制 要依法规范航空运输安全 旅客黑名单制度 明确列入旅客黑名单的事项缘由 条件认证和办理程序 日前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者 在吃丰市宁城县发现一处 日本侵略者在清华期间修建的集团部落遗址 遗址见证了日伟军在长城沿线 制造千里无人区的罪行 好 下面来看国际趣闻 随着盛夏的到来 意大利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 7月2号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 罗马动物园里的动物也是热坏了 饲养员想尽各种办法 希望能让动物们也能清凉地度过夏天 尽管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 罗马动物园的动物们在饲养员的照料下也过得很惬意 一瞧 红毛猩猩就大嚼着冰镇的水果十分享受 棕熊的毛发又密又厚 饲养员特地给他们准备了冷水浴降温 还有什么比边玩水边吃冷饮更消暑的呢 整个夏天罗马动物园的饲养员们都会给动物们提供冰凉的消下食物和充足的饮用水 好让他们安心地度过夏天 好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好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业航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3333 好了 观众朋友 祝您晚安 明晚同时间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